卫英出去的时候 兴许是门声太响 惊扰到了邻居 对面的中年妇女探头出来 卫英认得她 她第一次上门找人 就是这个阿姨告诉她 难忘记住在这 阿姨好 本来想假装不认识直接走人的 还是没做到 哦 帅气的年轻人 又是你呀 卫英这长相 别人想不记得都难 阿姨的眼神从迷茫到突然亮了起来 你是来找忘记的吧 她不住这里了 她现在是大明星 听说住别墅去了 哎 说起来她也是可怜 被坏人诬告做了一年的牢 幸好出来了 我就说这孩子我打小看着长大 长得高大帅气 她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没有呀 阿姨 我先走了 卫英轻声打断她的话 也不等人回应 抬腿就往电梯走过 女人看着她有些落寞的背影 很是疑惑 这年轻人 感觉老了许多 倒不是外貌有变化 是状态 她还记得第一次见她时 那笑容 青春又甜美 眼睛又亮 人畜无害的样子 要不然 她也不会主动邀请一个陌生人到屋里坐 现在也不知经历了什么 眼神像历经沧桑的中年人 卫英木然递下了楼 上了车 车子开到小七门口时 差点与一辆迎面进来的保姆车相撞 她慌乱打了方向盘 看看从车身擦过 保姆车也急急打了方向盘 这人 怎么开车的 别不是睡着了吧 司机嘀嘀骂了一句 车后座闭着眼睛的男人微微醋眉 睁眼时 眼底一片黯然 明天就禁组了 是一个大荧幕的戏 题材和剧本她都很满意 甚至可以说是她一直在等的类型 只是 心里空落落的 再也没有当初梦想照进现实的兴奋感 因为她的心 有一大部分不在自己身上了 大哥说 喜欢就去追 可她和卫英的情况 又岂止是爱与不爱的问题 爱她的人相互残杀 受伤最深的那个人 是她 蓝忘机甚至不敢想象 那般瘦弱的身体如何扛起这些 她太善良了 所以 她一定很痛 忘机 魂不守舍的蓝忘机 连密码都输错了几次 身后响起熟悉的声音 她恍然回头 真的是你呀 哎呦 好久没见了 你好 张仪 蓝忘机呆呆地回了一句 好好 你姐姐可还好 好 谢谢关心 蓝忘机不太想说话 但对方是多年的邻居 她不想冷脸 只是加快了开门的动作 哦 对了 那个男孩 那个男孩又来找你了 一脚踏进屋的男人 脚步顿了一下 男孩 蓝忘机回头 有些茫然 什么男孩 就是几年前来找你的那个 很漂亮的男孩 后来 他不是经常来你家 怎么 什么时候 脑海闪过一张脸 蓝忘机急急追问 就在刚才 了吗 你人的话还没说完 那人已消失在了楼梯间 哎呦 搞什么哦 两人都怪怪的 张仪嘀咕着走过去 把半开的门拉上 是你吗 魏英 老舅的楼梯间连灯都坏了 蓝忘机摸着黑亮亮呛呛往下跑 好几次差点踏空 可他追到小青门口 目光慌乱搜寻了几遍 哪里还有半点未阴的影子 蓝忘机颓废的 已在门口生了秀的铁门上 满目都是哀伤 马路的对面 一辆轿车停在树底下 车里的少年泪湿了眼眶 刚才车子差点相撞 事后他从后视镜 忘了那辆车一眼 其实他没敢肯定 车里的人就是他 但不知为何 他还是等在了这里 他瘦了 但还好 走路正常 伤势应该是好了 蓝氏发布的公告 他看见了 百分之十的股份转让 足够让外界觉察到蓝忘机与蓝家不一般的关系 以后 再也不会有人欺负他了 你安好 我便不再愧疚 这样 便好 蓝湛 再见了 隔着一条马路的距离 他深深望了那人最后一眼 抬脚踩下了油门 卫英出国的前一天 带宝宝去医院打了疫苗 从医院出来 回家的路上 他看时间还有余 想着自己这一走 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回来 寻思着去看看妹妹 要不然孩子一眨眼就长大了 但是他又怕遇到蓝忘机 他望着怀里睡的正属的儿子 思来想去 还是决定自己去 趁蓝忘机不在的时候 瞧一眼就走 张妈 你先带宝宝回家 我上蓝运一纳看看妹妹 带着这家伙不方便 卫英朝坐在副驾驶时时的张妈提议 好 那你怎么去啊 要不老臣送你 我带宝宝打车回去 反正离家也不远了 不不不 我打车 让一个老人家带着孩子打车 他得多大的心呀 车子在路边停了下来 卫英抱着孩子下车 转交到张妈的手上 小胖脸睡得红红的 这家伙真能睡 被针扎那一刻 熬了几声 掉了两滴泪 一上车就睡着了 卫英捏了捏他的粉脸 有些爱不释手 好了 上车吧 卫英拉开车门 扶着人往里坐 可就在这时 他余光瞄到了一抹光 抬头的一瞬间 双手条件反射的把老人往里用力一推 砰的一声巨响 震得路边的商户纷纷跑出来观望 众人眼露惊恐 撞车的车头盖掀起了 被撞的车尾也凹了进去 被夹在两车中间的人 血肉模糊 天哪 人撞成这样 快报警 叫救护车 哎呦 肯定就不成了 可惜 看起来像是个年轻人 他刚刚还抱着孩子 他从另一边下车估计就没事了 不一定 我看那辆车是直直撞过来的 速度快得像是要人命一样 唯一没事的人 老陈他呆呆地看着眼前一切 好半天都是恶神 像被抽走了灵魂 直到娃娃的啼哭声响起 他回了魂 手脚哆嗦着走到后座 拉开另一边的车门 张妈被巨大的冲击力撞晕了 但孩子被他下意识护在怀里 老陈把宝宝抱出来 紧急检查了一番 孩子看上去是没事 就护车护笑而来 老陈手指颤抖着给魏长泽打了电话 答案